今天是星期六 不过台股全球独步开盘 成交量虽然小幅缩减 但指数表现并不差 指数上涨20.16点 逼近9800点大关 尤其因为假日外资休假因素 部分内资清代的中小型个股 今天有了好的表现 美国股市涨势位置 美国三大指数联手走高 道成工业指数连续7个交易日创下收盘新高 带动全球独步开盘的台股有好表现 台股受盘上涨20.16点 以9770.92点作收 成交量616.74亿元 尤其除了大型全职股外 主力由中小型个股 升级医疗等题材肋股带动 今天法人的观望期间是比较浓厚 尤其是外资 外资的观望期间 他们是比较浓厚一点 可是对于这些本土基金来讲的话 它反而是比较活跃一些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 还有OCC的指数 台股近期到昨天为止 有外资带头做多 外资现货市场连续7天买盘 台指其未平仓进多单达到了65,639口 而反观八大工股行库则出现到卖情况 7天共卖超114.85亿元 呈现外资买工股卖的情况 不过分析师指出 工股行库习惯逢高调节 并不用担心股市会有反转趋势 台股量能自年后似乎有了回温 卷商工会统计 今年台股开红盘以来 上市会合计日均值已经增加至1415亿元 较去年低量状况明显提升 主管机关也为了提升量能 推出当冲降税措施 期盼立法院新会期能够顺利通过 新打击事实回头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